各位投資配合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仲偉真 今天是2月21號星期二 祝福大家週二愉快 那我相信 如果你有準時 每天收看我們8點半的節目 從開紅盤日一直到今天 天天都非常的愉快 其實說台股從開紅盤日一直到今天 真的就符合我們在年初所講的 當指數站上年限後 便宜的好股票 它的優勢會不斷的被放大 而且它是無限被放大 你去看 我們有多少檔股票 就三個禮拜 從開紅盤日一直到昨天 就三個禮拜 這三個禮拜的期間 有多少檔股票 帳幅已經超過了3 40%以上 昨天又新增一檔 6290的梁尾 昨天梁尾我們 也是早上才特別強調 它還沒漲完 昨天又繼續在漲 足足是30%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 真的是你說要怎麼形容現在的盤面 大概就六個字吧 現在的台股就六個字來形容 賺錢賺錢賺錢 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說你看喔 指數的空間其實不大 加權指數空間就400點 就400點 400點上下 我們的股票真的是百花齊放 尤其是很多便宜的好股票 它就是一檔一檔的往上漲 所以說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 往上递增 就是說越來越長 便宜好股票的上漲速度 上漲檔數都是越來越多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真的是就像我們講的 大盤沒什麼好解的 我們就是把握現在的行情 昨天晚上美股沒開盤 那夜盤是小幅度的震盪 我們還是著重在個股上面 你去看喔 以加權指數來講 加權指數 正式進入年限嘛 其實說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從年初 給大家的預告 其實在這幾天 全部都是一一實現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所以你看指數就這個區間 指數其實空間真的是非常小 就算是看貴買的話 貴買的空間也不大 在這種小區間裡面 其實一大堆的股票 真的是百花其放 就像我們講的 藍色這一條線它叫做年限 年限它就是一個 普遍定義上面的 多跟空的分界點 那只要說指數站上年限 市場認同度提升 便宜的好股票 優勢會被大幅度的放大 漲勢會加速 而且檔數也會加倍 可能說因為這個邏輯 我們在年初就講過 甚至是在封關之前就講過 你一開始聽 你可能不會有什麼感覺 什麼市場認同度 或者說便宜的好股票 它的優勢在哪裡 你一開始聽沒感覺 但是你現在回頭過來看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了吧 就是說很多 今年的獲利真的不錯 股價位階真的低的股票 它指數 當指數在年限之下 因為大環境沒有賦予 它應該有了價值 所以它不一定會漲 但是當指數回到了年限之上 整個市場認同度提升 這些真正有獲利的股票 一定漲 百分之百一定漲 你去看我們的持股就會知道 真的是都會漲上去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真的是 透過產業家數字 挑選便宜的好股票 目前的行情 真的就六個字 賺錢賺錢賺錢 所以 你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便宜的好股票 就像我們講的 因為有去年的下跌 有去年6000點的下跌 才會有現在這麼好的行情 所以你說 現在沒有去把握 去年真的就是白跌了 不要讓去年的下跌 變成就是 什麼都沒有 所以指數我們總結一下 以指數來講 其實就很簡單 指數在年限之上的 時間越久 便宜的好股票 優勢會不斷被放大 不斷被放大 便宜的好股票 套一句巴菲特所講的 就是被低估的好公司 股價被低估的公司 專業術語講也叫做 低於安全邊際的股票 也可以說它 失支本益比低的股票 都叫做便宜好股票 所以大家 記得先加入我的Light 裡面都會分享最新的表股 只要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我相信 從開紅盤日 甚至從封關之前 到今天 你一定都有賺到 不論賺多賺少 只要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百分之百一定都有賺到 這真的是 大家有目共睹的 從一開始 從開紅盤日 第一週的紅寶 紅寶我們昨天早上才剛講 就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八點半 才剛告訴大家 5258的紅寶 我們 開紅盤日 第一週先賺了30% 有機會再重新漲 是昨天大漲的9% 包含藥晟 包含像是兩維 這些我們都是公開操作 所以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賺錢就是基本的 你一定都賺得到 重點是說 在我們的Light Light的社群平台 絕對會帶給你說 全新對股票市場的一些 視野跟認知 就是說我會希望用 生活化的方式 帶大家在股票市場中賺錢 不要去把它複雜化 股票不過就像我們日常 在買賣東西都有它的價值 掌握這個價格 買賣股票賺錢 其實真的就像我們日常 在挑選特價品一樣 所以先拿起你的手機 打開手機裡面的相機 就直接打開相機 掃描這個QR Code 直接用相機對準QR Code 就可以加入 我們在昨天跟今天 都有分享最新的標股 或輸入ID 小老鼠WE178 VE178 都可以加入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直接詢問 所以在這個時間就是 產業加數字 賺錢真的是非常輕鬆 就是它的優勢會 隨著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 往上提升 整個優勢會不斷的被放大 它會一直往上去遞增 6290的梁瑋 你去看 梁瑋在騎 梁瑋是上禮拜五召開法說會 上禮拜五的下午召開法說會 但是它在法說會前 2月23號 它就已經先漲上去了 你去看 6290的梁瑋 還沒有騎漲之前 它的股價是不到60元 今年預估EPS賺7塊錢以上 股價不到60元 未來的EPS對比上 現在的股價本益比不到10倍 這就是真正便宜的股票 這就是巴菲特會買的股票 巴菲特會買的股票 就是公司股價低於 應該有的價 就是說被低估的公司 今年要賺7塊錢 股價不到60元 這不就是被低估嗎 是不是 那你說 怎麼可能會有這麼便宜的股票 今年的EPS7塊錢 股價不到60元 大概是55元而已 怎麼會有這麼便宜的股票 在一個有效率的市場 這種股票是不應該出現的 因為當市場發現它是便宜的 一定會去買 它自然就不會有這樣子 這麼便宜的價位 那你說為什麼會有 因為去年的下跌 因為有去年6000點的下跌 才會有這麼便宜的股票 所以你說怎麼會有這麼好的機會 一切都要感謝去年的下跌 所以你說整個旁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實質本益比 低到可能說讓你不相信的股票 就是因為去年跌太久了嗎 所以像6290的兩尾 這就是巴菲特會買的股票 60元以下便宜 一路往上漲 64.7 你去看喔 股票市場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如果說這一天2月13號 你說你買在64.7 感覺起來 可能說10個裡面有9個會說你追高 但是實際上 你知道他今天要賺7塊錢 就算你買64.7一點都不貴 這絕對不叫做追高 2月16.5 2月15號67.3 2月16號70.3 2月17號70.9 帳幅已經足足到達25% 好那你去看 2月17號就上禮拜五 上禮拜有兩尾召開法說會 他法說會內容是非常的正面 問題是你等到法說會出來再去買 這一段你已經錯過了足足25% 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不論說法說會也好 股東會也好 營收公布也好 召開什麼重大利多 要發布什麼消息都好 這些東西都叫做他的起火點 不是他股價上漲的原因 股價上漲的原因是因為他本身的值就好 所以你看像兩尾也是 你說兩尾會這麼強是因為法說會嗎 絕對不是 法說會在上禮拜五 下午才召開 但是他在上禮拜五之前已經先漲25% 是不是 你如果看到上禮拜五的法說會再切入 頂多頂多 你只能賺到昨天的這一根 半根漲停 也是賺得到 但是這個幅度差多少了 是吧 昨天629年的兩尾 再漲了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75.3% 漲幅足足30% 已經接近了35%左右 很輕鬆 是不是 55元以下買 60元以下買 一路這樣買上去 昨天最高75.3% 足足30% 賺錢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就是我在強調的邏輯 掌握了產業加數字 一檔股票它現在是便宜還是貴 你就會非常清楚 當你知道這間公司現在是貴還是便宜 賺錢怎麼會有問題 是不是 當你知道兩尾今年要賺7塊錢以上 股價不到55元不到60元 我們唯一要做的動作 就只有買進 就一個動作 是吧 所以你看喔 為什麼我會一直強調說 這個邏輯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一檔股票漲上去 不論說是技術面也好 籌碼面也好 股東會 法術會 這些都好 就是像是兩尾這樣漲上來好了 兩尾就足足賺了30% 好兩尾漲上來 可能說很多人會說 它是因為技術面轉強 籌碼面乾淨 籌碼面集中 法術會很好等等的 什麼理由都有 就可能說 籌碼面 什麼KD指標 均線翻揚這些 這些都是它的上漲的原因 但是大家要知道 這些籌碼面 或是說技術面 或是說股東會 法術會這些東西 叫做它的果 因果的果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這些是它兩尾上漲的果 它的結果 但是它的因是在於說 它本身的值就好 它本身就是一檔便宜好股票 今天你要賺7塊錢 股價不到60元 它本身的值就好 這才是它的因 所以你說技術面轉強 法術會好 或是說籌碼面很乾淨 這些通通都叫做果 所以我們一定是說 把這些股票挑出來 在這種便宜的價位 提前下去做買進 賺錢就是這麼輕鬆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就像我們講的 反正股價漲上去 什麼利多就全部都會出來了 股價漲25% 法術會出來 當然就是繼續再被往上推升 3207的藥勝也是 藥勝今年要賺8到9塊錢 8到9塊錢 股價不到50元 乍看之下 大家會有什麼想法 3207的藥勝 今年要賺8到9塊錢 股價不到50元 這個本益比 已經低到剩下大概6到7倍而已 今年EPS8到9 股價不到50 你第一個想法你會覺得 要嘛它公司出狀況 要嘛今年的EPS被估錯了 是不是 大家的第一個直覺都是這樣 但事實上 它就真的是這麼便宜 你說為什麼這麼便宜 因為有去年的下跌 有去年的下跌才會有這麼便宜的股票 所以 當然就要好好把握 所以你看3207的藥勝 2月2號漲上來 2月6號 小幅震盪 2月13號創高62.7 2月15號65.8 2月16號66.8 2月17號69.6 2月20號60.9足足40% 賺錢就是這麼輕鬆 而且 藥勝我們也是公開操作給大家看 從50元一路買到69 一路爆到69.6 足足40% 所以掌握產業加數字 在這個時間點賺起來 真的就像大家所看到的 這麼的輕鬆 因為市場認同度高 市場認同度高 這些真正的好股票 便宜的股票 市場一定都會買單 所以我們在今天 一樣會針對這類型 便宜的好股票 進場下去做佈局 今天收盤之前 我們一樣會針對全新的 股價最便宜 今年數字最漂亮的個股 每一檔都是有機會複製躍 複製兩尾的走勢 今天收盤以前一定要來電 或是說利用等一下廣告時間 你就直接先私訊 或是先來電 跟我們取得聯繫 今天會買新股票 所以先拿起你的手機 打開相機 用相機掃描現在 右下角的QR Code 掃描進去之後 等一下廣告時間 先丟個貼圖給我 如果說想買今天全新的標股 就先加入去卡位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我們從封關之前 那我們就一直強調 我們在 其實在年前 我們就把今年整個四季 今年四個季度 把它定義出來了 還有印象吧 當時一直強調 在今年的第一季好賺 第二季很好賺 第三跟第四季非常的好賺 我會這麼說不是沒有理由的 而是說 現實面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在去年跌的真的是很深 所以在今年的第一季 其實就像我們年初所講的 包含說非農就業數據 鮑爾的鷹派言論 CPI PPI 對於股市來講 不會造成太大的衝擊 好所以這個時候 就算很多的股票 很多的個股 它的庫存還沒有消化完 營收還開不出來 但是市場會提前去反映 今年下半年的狀況 好那等到了第二季 這些擴存消化完畢 營收可以開出來之後 這些股票的漲勢又會再更強 就是第三季跟第四季 所以 其實你這樣回過頭來看 開紅盤日過後 到了今天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在年初會這樣講 第一季真的很好賺 尤其是說 在這種時間點 這種 你去看這裡 這種 多空交接的時間點 這真的要好好把握 你說為什麼 這個時間點 會有這麼多便宜的好股票 甚至說 像是耀聖好了 像這種股票 你第一個直覺看到 你都會覺得 它是不是公司出狀況 或是說 EPS估錯了 今年賺八到九 不到五十元 你第一個直覺 你會覺得 它就是怪怪的 但事實上不是 就是因為現在是一個 多跟空的轉折點 這種多跟空的轉折點 才會讓整個盤面出現 這麼多便宜的好股票 就是這個邏輯就是 市場認同度剛剛回升 所以很多的好股票 它其實都還沒有回到 它應該有的價值 所以我們在年初 其實我一直在強調 這樣子的邏輯說 今年會是一個 很好讓財富 跳升的一年 是跳升 不是成長 就在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 要讓財富出現 跳躍式的成長 靠的不是累積 我們一直在強調 只要說 你有在股票市場賺過大錢 你一定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靠的絕對不是累積 舉例 假設說 你說三年 三年時間要在股票市場中 賺一千萬 那絕對不是說這一千萬 我每個月要賺多少 每個月要賺多少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說在這三年的期間 突然有一波 可遇不可求的行情出來 我們利用這波行情 先賺八百萬 剩下的兩百 我們再用累積的方式去賺 一定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間點 就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你說 現在的便宜好股票這麼多 你要再等到下一次 指數從年限之下 翻到年限之上 下一次什麼時候會來 不知道 你說整個大環境不錯的話 可能等個三五年 都還不一定會有 真的 所以就是 好好把握 所以你去看 包含像是 4979的華星光 這裡 應該是這麼說 這裡這四百點的空間 我們手上 漲幅超過30%的股票 真的已經不計其數 我們就不一檔一檔去講 我們就講最近的就好 昨天又一檔漲上來 4979的華星光 前一周有講過 我們買進光通訊的股票 4979的華星光 這也是很標準便宜的股票 你去看 華星光它主要在今年的利多 是400G的產品 400G有它的寡佔性 400G的產品 今年預估EPS 4到5塊錢 4到5塊錢 股價不到50元 能看嗎 這個寡佔產品 本力比不到10倍 絕對是便宜的股票 50元一下佈局 昨天創下近期新高 一度大漲了接近9% 最高來到56.2% 很輕鬆 接近了15% 這都是真正便宜的股票 所以說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指數漲幅不大 但是體感的漲幅非常非常大 最關鍵的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在去年有太多的股票 它是被錯殺 應該是說 它那個股價跟它合理的價值 根本就不合理 它今年明明就可以賺到 4到5塊錢 可以賺4到5塊錢 股價不到50元 能看嗎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因為說指數是剛剛從空頭 翻到多頭 一開始給的本益比就10倍就好 但是它會隨著說市場的信心 逐漸往上提升 本益比會一直被拉高 一直被拉高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邏輯 以一個最低安全的標準 本益比10倍差不多 但是隨著說多頭的 行情跟熱度越來越高 市場會願意給的本益比 會越來越高 所以像這些便宜的股票 它的空間真的都是不可限量 就是現在我去設10倍本益比 好 那當整個市場的熱度回來 它又會再被調到12倍13倍15倍 當然它的股價就一直被往上修 所以要剩 像這種股票 它才會這樣一路往上漲 足足是40% 那像4979的滑星光也是 400G的產品 今年賺4到5不到50 絕對是便宜的 那滑星光漲上來之後 當然包含像是4977的重達 今天也是有機會 就是說這個都是連動關係 那它整個族群跟它的數字 其實都是不錯 所以還是要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裡面都會有最新的標股 只要你有加入 我相信從紅盤日到今天 你一定都有賺到 直接打開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 好 那你去看 5258的紅寶 這也是 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當時股價不到60元 不到70元 能看嗎 開紅盤日就先賺了30% 一直到上禮拜五 2月17號 2月17號 昨天早上8點半 我們才公開預告而已 還記得吧 昨天早上8點半特別強調 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80出頭其實還不貴 他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東西就是 消化一下籌碼面的賣壓而已 籌碼面 技術面的乖離 稍微修正一下 即將要轉強 昨天早上才剛講 降彎 直接在創新高 昨天大漲了 一樣是接近漲停板 最高來到89.5 是不是 這就是做股票 今年賺9到10塊錢 80出頭的股價 絕對是便宜的 昨天直接創高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真的 你說六字形容台股 賺錢賺錢賺錢 因為目前的行情 真的就是百花齊放 你說怎麼會有這麼多便宜的好股票 這些都要歸功於去年的大跌 有去年的大跌 才會有現在這麼好的機會 現在不去把握 去年真的就是白跌了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股票市場 要讓資產往上跳升 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 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我們今天一樣會針對 全新的便宜好股票 最便宜 今年數字最強的股票 下去進行布局 所以想跟上全新的黑馬股 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